哈囉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的影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進入時尚精品業 然後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覺得在紐約跟在台灣工作的差異 我的很多同事朋友他們都是念相關科系 比如說Fashion Marketing或是Fashion Merchandising 那他們可能就是靠學校的Connection 或是實習進入這個Industry 那我自己不是念相關科系的 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是在什麼樣的因緣機會之下進入 我念的Master是比較General的Marketing 那我除了在畢業之前 有累積相關的實習經驗之外 我也在最後一個學期的時候 Apply了NYU商學院的一堂課 Luxury Marketing 那我除了學到很多之外 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要爭取自己跟這個領域的相關性 除了你在Resume上面可以寫說 我修過這堂課以外 你也可以在面試的時候跟對方說 這個是我為了進入這個產業做的努力 那除此之外 我有在LinkedIn上 跟這個Industry的人Connect 然後請他們跟我分享一些 他們自己的工作經驗 那我也很幸運的遇到一個貴人 他當時跟我分享很多他的經歷 後來就是他公司剛好有一個職缺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來面試 後來我就很順利的 進到了我之前的公司 George R. Marnie 然後開始了我在紐約的第一份 全職工作 那聽起來好像很順利對不對 我在畢業前三個月找到工作 是一個大公司 但是其實我剛進去的時候 做的是Merchandising TEM 既不是Marketing也不是一個正職 因為是TEM 所以我那時候薪水超低 我之前不是有聊過起薪嗎 我當時的薪水連4萬都不到 那為什麼薪水這麼低 然後又不是Marketing 我還會想要這份工作呢 有時候我覺得為了達到目標 需要做一些合理適當的犧牲 像我當時就有評估覺得 先做Merchandising的話 我可以了解這個品牌的Product 那到之後我如果轉做Marketing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好上手 那我會願意從TEM做起 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不是念相關科系的 再加上這個Industry 很多都需要你有這個Industry的工作經驗 所以我覺得能先進去 那不管是我要轉正 或是我之後要找其他工作也好 對我來說都有一定的幫助 那我當時的目標是 希望TEM做三個月之後 也就是我畢業之後可以轉正 但是因為公司一直都沒有缺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啊這樣不行 我應該要開始找一些其他的工作 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 公司剛好開了一個CRM position 那我當時就覺得 啊這就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極力跟老闆爭取說 我可不可以從Merchandising轉到CRM 所以後來老闆也答應讓我轉正 比較有趣的是 我當時有拿到另外一間公司 一個agency的offer 那兩個相比之下 我還是決定要留下來 也因此開啟我的CRM之路 那做到現在也差不多有三年了 加上我之前在台灣有工作大概兩年 所以我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的觀察在紐約跟在台灣工作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我第一個想聊一下加班文化 就是在美國的話好像FaceTime沒有相對那麼重要 在這裡FaceTime指的不是那個iPhone裡面的FaceTime 是見到裡面的時間 在台灣可能會等老闆下班之後我才走 但是在這邊的話可能老闆就會覺得你工作做完就可以走了 你不需要等到我走你才能走 假設就是早上9點上班下午6點下班對不對 那可能在台灣因為你每天都要加班 就會覺得說那我慢慢做 反正不管說到幾點都要加班 可是在這邊的話 因為我可能6點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就會趕快把事情做完 那也因為這樣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午休很久 就是一個小時兩小時 我們都是在位上吃飯 可能20分鐘以內就解決了這樣 那我覺得主要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是因為我覺得美國人他們比較注重Word-like balance 然後亞洲人的話 可能奴性比較重點 沒有啦應該是說就是我們比較不會say no 所以相對美國人他們可能就會極力爭取自己的權益 那他們就覺得說我在工作時間內就可以做完我需要做的事情 那假期的部分呢 台灣的話國定假日比較多 美國一年國定假日大概只有10天 不過公司給的有薪年假就蠻多的 看行業但是一般大部分都有15天 有一些甚至剛進公司就有20或30天 那年假多好處就是你可以不用在旅遊旺季的時候跟別人認擠人 那相對你的機票也會比較便宜 再來就是薪水 一份薪水賺多少的 那面試的時候你就只能問說你expect多少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假設你前一份工作被壓榨的話 那下一位故主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壓榨你 簡而言之就是市場決定你的價值 並不是過去決定你未來的價值 再來就是升遷的部分 我覺得在台灣工作的話 升遷比較看你的年資跟經驗 但是在美國的話基本上是看你的能力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很年輕的主管 以上就是我的觀察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是有哪一個部分想要多了解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掰掰 那邊那邊 掰掰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